焖面怎么做,简单又好吃 怎么做不粘锅,不成坨,还特别入味呢? 大家好,我是大叔厄斗 今天给大家分享豆角焖面家常的做法 首先从选面条说起 我这里准备了一点新鲜的手工面 优先选择扁一点的面条 更容易焖熟,也更容易入味 准备一些清洗干净的长豆角 把它们改刀切成段 长度在5厘米左右 和小拇指的长度差不多 做焖面,您更喜欢长豆角 还是四鸡豆呢? 长豆角不用掐头去尾,去脑筋 操作起来更方便 口感也相对软烂一点 没有四鸡豆那么脆 全部切好后 放入一个盘中备用 为了增加鲜脆的口感 这里搭配一点绿豆芽 绿豆芽清脆爽口,水分十足 接下来准备一些去皮的五花肉片 最好是三肥七瘦的 这个五花肉片大家尽量切的薄一点 大约2毫米的厚度 最后我们准备几个去皮大蒜 用刀拍扁后改刀切成蒜末 这个蒜末尽量剁细一点 让它被空气氧化 既可以形成对人体有益的大蒜素 还能让蒜香味更浓郁一点 把切好的蒜末放入一个盘子里面 再准备一点姜片和一个八角 所有食材就准备完毕了 准备一口干净的锅 加入一点植物油润锅 油热后立刻倒入全部的五花肉 开中小火把五花肉边干边香边炒出油脂 炒五花肉的时候一定不要开大火 那样炒出来的肉容易发硬 等五花肉都炒变色后 再倒入全部的生姜片和八角 以及一半的大蒜末 保时中火爆出香味 之所以用姜片 是为了后期吃的时候方便挑出来 我们不仅要把蒜末、姜片、八角炒出香味 还要把五花肉炒干炒香 炒出内部的水汽 等到肥肉部分变得非常透明了 我们加入点老抽 不断的翻炒 让肉片散色 把所有肉片都炒散色后 趁热加入一大勺料酒 激发出香味 并挥发带走最后一丝腥味 然后再把豆芽和豆角也放进来 开大火不断的翻炒 把它们炒断生 接下来就可以加开水了 开水要刚好没过全部食材就可以了 下面开始调味 加入一点盐 加入一点胡椒粉 加入适量的生抽 加入适量的蚝油 有的人喜欢再加一点13香或者5香粉 我这里就没有加 看个人喜好吧 用铲子把调味品翻拌均匀 先盖上盖子 焖煮5分钟的时间 把所有食材彻底煮熟 煮出香味 5分钟后 打开盖子 把汤汁添出来 添了有一碗的汤 把豆芽和豆角都漏了出来 再把面条均匀的铺在上面 下一步我们把汤汁也均匀的浇在面条上 然后盖上盖子 开小火焖4分钟 中途切记不能开盖 4分钟后打开盖子 把表面的面条翻个面 底下的配菜不要动 能够更好的防止粘连 拌匀后盖上盖子 保持小火 继续焖4分钟 好了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 如果不用收汁就关火 加入点芝麻香油增香 喜欢吃辣的朋友 还可以根据个人口味 加入点辣椒油 最后把剩下的一半的蒜末也倒进来 想要加醋的朋友 也是这个时候加 然后把面条继续翻拌均匀 用锅里的余温激发出蒜的香味 这样面条就有了 生熟两种蒜香味 一直拌到面条 把汤汁吸干就可以了 好了起锅专盘 一道美味的豆角焖面就完成了 面条香味浓郁 劲道爽滑 非常的入味 五花肉 豆芽 豆角 也特别好吃 喜欢的朋友 还不赶紧去试试吧 我是大厨饿斗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关注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 请不吝点赞收藏